新港縣農會為了配合農業部推動時農告有創新增學家園 再一次跟東北青龍來合作 帶著鄉親去文房社頒這個小黃瓜也就是過了年 又用這個味噌下去扮過了年 透過華東就讓大家可以了解到事物 按這個農產高產的過程以外 也來學到營養事物 新港縣農會配合農業部推動時農告有創新增學家園 這次在東北青龍合作 基板在地蔬果更厲害活動 這次要帶大家到方式萬多年 新鮮的小黃瓜就是有帶它的花的 然後它小黃瓜也有刺 新鮮小黃瓜它也會有帶刺 所以我們都有準備手套 這次是以小黃瓜為主題 結合了在地青龍辦理小黃瓜的食農教育 透過這次的教育 能讓民眾能認識小黃瓜 及針對農業認知跟興趣 除了採購以外 特別邀請了林宏仙老師來教導 製作涼拌的味噌小黃瓜 雖然已經是三個月買什麼 不過上級上面的過了年總控也不錯 很多蔡物活動的婆婆媽媽 整個月也不走完 杜仔就已經做到麻煩出來 受氣麻麻 我要醃 剛才的老師有教 用味噌跟味噌 調一調 真的很好 還是小黃瓜它的做法是用醋為原料 所以它的風味來說是酸甜味的 那這次我們用的這個味噌小黃瓜 是用我們國產米做的味噌 下去醃小黃瓜 所以風味來說呢 會比較有日式的風味 那也可以順便推廣我們的這個國產米 以及在地侵農所種植的蔬菜 過了年是真正的實在 無關是青菜 涼拌和這些是煮料理 都很有風味 這次就邀請林宏仙老師 來教大家製作 導致過了年 減低又找的好煮味 非常開味 趕緊完煮臉就表示 希望頭過三地夠參加一段船的體驗 讓鄉親的當景家頂俗十分 優勝土地 在中華新聞的方向有 山山彩虹報道